大家好 我是顧佩玲 我來自四大附中國中部國二 然後我這次參加了黑暗對話營隊 這次讓我學習到了很多 像是第一天我們學習的溝通三結構跟表達四要點 第二天的早上我們在演練一些情境 我們該說什麼 然後的內容裡面有投身為 下午的話我們去參加的 這是最主要的黑暗對話 在一個暗房裡面去 可以讓你自己表達一些你想說的話 而且是沒有什麼壓力 因為你會覺得你看不到什麼人 而且裡面還有一個驚喜 就等你來參加 第三天我們來到了棚內 就像在這裡 還有看到很多主播 他教我們了很多的溝通方式還有對話 當一個很好的主播 對 就這樣 歡迎你來參加 謝謝大家 歡迎大家 謝謝大家 來看 下次見